修正通過 打房條例通過 立法院修正平均地權條例 為了抑制高房價 政府祭出五大措施 包含限制換約 轉售 禁止炒作 增訂檢舉獎金制度 預售屋節約 須申報登陸 限制司法人購屋 並在五年內不得轉移 若是炒房將被重罰 最高處三年徒刑 還罰到新台幣五千萬 民進條例 最主要是打擊炒房 但是呢 也要讓市場的 交易知識維持正常 但這政策是否真能讓房市 有感降溫 讓年輕人買得起房 平均地權條例通過 最快七月一號可以上路 不過另一頭 焉害防治法修正持續協商 執政者大轉彎 想把加熱煙的煙管載具 當作電子3C產品 完全不納管 焉害防治團體大炸裂 聚集立院前高舉打火機 拒絕煙明載具廣告 拜託我們所有立法委員 我們台灣的孩子已經夠少了 加熱煙載具煙管 禁變3C產品 讓家長們直呼荒謬 直盼政府不要護航止煙 還給孩子乾淨健康的環境 解釋紅蘆璃璇SNG小組台北報導